上回书说到同龄被困荒山 他认为自己肯定死在山中了 突然间他发现了人了 尤打西边大山里往南走出了两位出家的道长 身法这叫快呀 如同电掣风驰 两位道长他身行走矮步 施展出陆地飞行之术 如陆伏似鹤行 这屁股啊 差不多都快挨成地皮了 两只手左右相衬 从胸前出腿 磕膝盖呢 能碰上胸口揉起来走 左脚一步探出去 当脚尖粘地的时候 右脚又揉起来了 这一步就是八尺远 两步就走出一丈七八来 前边这位老仙长中等身材圆背风腰 身上穿着银灰色的绸子道袍 黄色的绸子户领 银灰色的中阴 寸底云鞋 白领子高药水袜 到了磕膝盖 泪下佩戴一口宝剑 绿沙鱼皮窍紫色灯笼色 望脸上看 老道长面似银盆 亮中透润 一脸的宝色 两只绘墓 二毛子朔朔放光 鼻如玉柱 唇似单途 一步隐然 修前飘洒 根根透风 滋润一极 是不散不乱 左手摁着剑绊 右手撩着道袍 轻身提气步法加紧 再看后边这位仙长 高山脸 双肩暴龙 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道袍 泪下佩戴一口宝剑 红中阴 厚底云履 白袜子打后膝 长得是长方脸 面如重枣 你要听三国演义 关云长就是面如重枣 其实呢 这个字不应当面重 应该是面如重枣 重枣呢 就是重阳节这枣 颜色最深最好看 不过我们说关云长的时候 人们都习惯了 咱们呢 就还说面如重枣 两道白色的剑眉 瘦毛挺长 虎目炯炯有神 鼻指口阔 海下一步银然 阳墨的道官 竹三别顶 发碗银丝 燃锤玉线 飘飘然 有神仙气带 看见两位仙长了 海川是真急了 两位仙长 请留跪步 打叫小子一命吧 说完了 腾腾腾 撒腿就跑 追上去 扑通一声 就给两位仙长跪下了 海川明白 两位仙长 如果垂恩相救 自己就活了 如果错过这机会 是必死无疑 老仙长 打叫我这 落难之人吧 两位老仙长 站住身形 瞧着海川纳闷 心说 这怎么还有人呢 出家人 慈悲为本 方便为怀 能补救吗 无良佛 善哉善哉 壮士 因何至此 海川没说话 泪流满面 哭着 从幼年说起 先学文 后学武 斗指牌 误伤老父 姑非给盘缠 离家在外 又如何误入此身 把话说完了 说完之后 跪在地上磕头 眼泪止不住了 老仙长用手一指 通灵啊 你从这望东爬上 紫屋岭 一过紫屋岭 村庄 村庄很多 你就平安无事了 走吧 老人家 我不走 因何不走 老人家 当年我的老师 苍州李直 跟我说过 若遇明师 不能错过 同灵 我有之相武 您二位 是风尘隐霞 武林前辈啊 弟子 我不能错过 弟子 愿入门墙 学习武艺 请老人家 开恩 请我收下吧 二位先长 仔细看同灵 五官端正 二母放光 一团正气 说出话来 诚诚恳恳 不骄不躁 同灵 你先起来 弟子不能起来 除非二位老人家 答应收弟子为徒 如果老师 必须对弟子进行查看 请二位老师 亲自到 霸州同家村 去打听打听 哼 中等身材 这位老先长 看了看 这高个的老道场 两个人相识而笑 心说这孩子 不讲鸡 不讲鸭 可要讲恶呀 我两夫 同灵啊 你一定要练武拜师 我庙中 可十分辛苦 一日三餐 只能米饭 西摊 连咸菜都没有 再说 练武枯燥无味 起舞更睡半夜 你去看看 你就知道了 你连睡觉的床铺 都没有 从而言之 跟我们练武就是吃苦两个字 你琢磨琢磨 能行吗 师父放心 海尔本来就能吃苦耐劳 我一定跟你学习武艺 好吧 你起来吧 通灵磕头站起来 跟着两位道长走了 通灵可不知道 其实这座大山的南边 风景十分优雅 苍松脆白 茂林修竹 万绿葱中 通灵看见了 一座破庙 破呀 只有一层大殿 东西配殿 周围的破墙 一扒了就差 而且这大殿 跟东西配殿 都是半间破顶 院子里头半人身的高草 断瓦腿圆 十分凌乱 孤零零一座山门 蓝额金字 赤剑玉皇冠 在山门外头 有两棵大槐树 吃叶茂盛 要怎么说 千年僧万年百呢 这两棵大树粗啊 多粗啊 每棵七八个人 都搂不过来 老先生把童林 带到北大殿 嘿 童林一看真穷 连做神像都没有 两扇隔闪门 都快碎了 营面有一张云床 床腿都快折了 晃了晃当 床还是光板床 只有两个棕团 有个破桌子 摆着破茶壶 破茶碗 四个嘎嘎空 两位老县长望着云床上一坐 这床嘎吱嘎吱直响 老县长说话了 童林啊 你住在东殿 那儿有米口的 不过里边不是米 都是米骨啊 就是没去皮的大米 有个盐缸 你可得节省了点用 锅造在南头 你先做点饭吃吧 不必管我们两个 你就管你自己的吃喝 在庙后头 有一眼清泉 可以解渴 也可以用 咱们这儿 没有灯油 你趁着看得见呢 快去做饭去吧 先给你一碗 去皮的大米 一路牢罚 你吃完了就休息吧 明天拜师 童林接过这碗米 出大殿 进东殿 童林只咧嘴 叫一点 油顶的房 这顶子底下 放着点东西 一堆柴火 可能自己睡觉的地方 就是这堆柴火了 童林 叫着自己的名字 童林啊 师父怎么说 你就怎么办呢 你可能 不习惯 你可能闲脏 你可能觉得不舒服 可是要这样 师父能把你留下吗 要学武 就得吃苦 想到这儿 童林可就安静下来了 马上 银火煮饭 时间不大 饭得了 冲点盐水 往这饭里一拌 稀里糊涂就吃了 说完了家伙 童林来到北殿 给二位师父行礼 二位恩师吃什么 吩咐下来 徒而去做 童林啊 我弟兄什么也不吃 你啊 快去休息吧 童林遵命 童林回到佩殿 并未睡 把自己的功夫 在老槐树底下 练完了 然后回佩殿 往柴桌子上一躺 收尾一迷糊 一睁眼 估计天刀二骨了 起来之后 到北殿 往屋里一听 二位恩师 以言入睡了 童林就来到山门外头 再回处底下 练起功来了 直到东方破晓 海川再往四外一看 哎呀 山巒迭翠 风景宜人 空气特别的新鲜 童林心说 我真走远哪 遇见这么好的名师 在这个地方学武 太好了 练完了功 童林到了北殿 伺候二位恩师 梳洗完毕 他往这一站 童林怎么想呢 这回师父 得教我自己功夫了 一看 师父拿了一块石头 一尺高 周围是圆的 里边是个圆槽 童林啊 哎 师父 咱们这深山老岭之内 蹦说练功 就是吃饭都挺难 我们两个人呢 还要参修念经 吃饭自理 你也要自个儿弄饭吃 你看 这是一块旧石 口袋里有米骨 可不是微师难为你 因为你自己吃 你得把米骨放在旧里 用自己的两只手 用拳也行 用掌也行 你得慢慢的 把这米骨捣成米粒 捣出多少了 你吃多少 你就先别谈恋舞了 得想办法吃饭 童林心说 这还不好办 自个儿有力气 不算什么 弟子谨遵师命 说完之后 搬出这块石旧 放在庙台上 这石旧是什么 就是充米的器具 然后童林取了米骨 往里头一倒 干了个骑马式 右手把拳头攥紧了 罩着这米骨 啪啪就这一下 这米骨啊 有横着的 有竖着的 两头是尖 这米骨上 还有一层细毛 可扎人的肉啊 扎上特别疼 海川把心一横牙一咬 两只手轮流倒地 啪啪啪啪啪 越疼越用劲 越用劲就越疼 打了一个时辰 这拳头跟手掌 疼得受不了了 仔细一看 没打出多少米来 海川挺灰心 这么着倒米 甭说练武啊 连饭我都吃不上啊 没办法 海川揉刺着双手 接着又打上了 一会儿都不闲着 到中午捧出米来 把骨皮吹了 多少我才一碗 做完饭吃完了 洗完了碗 接茬再打 这一气就打到了晚上 两只手疼得都摸不得呀 用倒出的米做出来的饭 才吃了个半饱 老哥俩把同林叫进大殿 同林呐 吃的还行吗 同林咬牙 师父您放心 还行 伸出手来 微识看看 同林伸出两只手来 两位老师看了看 嗯 还可以呀 需要敷上一点药 老师拿出药瓶来 给同林的手上 胳膊上全都抹上了 这药还真灵 两只手立刻就不疼了 同林告辞出了 在老槐树底下 继续练功 好到出谷了 同林回去睡觉 没想到刚躺下 哎哟 这胳膊跟手啊 凡是敷过药的地方 痒痒 齐痒 脑都不行 用支镜夸齿都不行 你说找师父 两位师父刚刚入睡 这么大年纪了 得了 同林没有办法 把石脚搬到山门外 放好了米骨 把破衣服一脱 两只手抡起来 倒米吧 从二骨到三骨 把米全都倒出来了 还是不行 没办法 他一看这棵老槐树 到老槐树底下 啪啪啪 两只手就撞出 一直撞到天亮 就这样 每天老师给同林敷药 从两只胳膊 一直擦到全身 要把山中 网口粗细的松树 锯成二尺一段 用绳子 给吊在树上 你哪儿痒痒 你就往哪儿撞 战装倒米 昼夜不停 眨眼就是一年 海川由于黑天白 也不停的练 他就没够份想家了 可是感觉出来了 筋骨皮肉都长了力气 显得结实多了 又觉得自己稍微发胖了 这一年呢 两位仙长一周也没交 竟忙碌吃饭了 这天海川练完了网工 走到北殿的台阶底下 侧耳戏听 两位老师已然入睡了 自己就跪在这台阶之下 跪得挺直 是温丝不动 海川干什么呀 想用自己的前程之心 感动恩师 夜风挺凉 童林用丹田之气 欲挡寒冷 深夜难熬啊 童林就直挺挺的 跪到天亮 隔身门开了 两位老仙长出来了 童林啊 你从昨天晚上跪到今天天亮 不知何意 童林哭了 恩师啊 弟子 弟子因伤老父逃亡在外 得与二位恩师 一年来 蒙恩师收录 苦长进 细想起来 不是恩师不交 实在是因为弟子 名玩不灵 不堪造就 因此 长夜贵词 以示决心 二位老道点了点头 嗯 如此可娇也起来吧 海川这才站起来 跟着两位仙长来到屋中 老哥俩坐在云床之上 童林 武术一到 浩渺如潮海 一生的有限之年 难窥门境 必须有莫心 尝胆之志 破釜沉舟之心 方能登堂入室 其实 这一年 你没白练 你的功夫 已然大长在 不知不觉之中 浑身经过柔练 筋骨已壮 为师 想将决意传你 唯恐你志祥不奸 难胜重任 现在 好啊 看出来 你能下苦功 来吧 统林高兴 站起身行 跟着两位恩师 来到山门之外 两位恩师 就站在这颗老兽底下了 这位老仙长 两只眼睛凝视 提顶吊当 同林再一看 恩师 目如玄庆 老仙长 两个肩膀放平了 双手 往下一锤 手掌平身 微微 往下一沉 然后右腿 稍微一弓 左脚 往前一脉 不唠地 腿绷直了 高个儿 这位老仙长 就帮着同林 把姿势站好了 前边 中等身材 这位老仙长 上左部 挨着地皮跟右部 围着这棵老槐树 整整走了八步 同林呢 按着老仙长的指点 也跟了八步 老仙长望出一退 同林呢 练吧 这功夫绕树 好家伙 同林每天二十四小时以内 除去喝水 吃饭 一个更次的睡觉之外 就是绕树 有志者施敬成 苦心天不负 风雨无阻 寒暑不停 昼夜不歇 一眨眼 三年 开始钻一棵 后来转两棵树 三年绕树行动 同林在绕树的时候 奇快如风 深清体贱 内力大涨 他感觉出来了 树在围着自己转了 高兴了 腾腾腾 跑进大殿 跪到磕头 师父 树在围着弟子转了 这二位老师啊 每时每刻 都在查看同林练功 真在同林身上下功夫了 两位老先生有目的 同林这一练 两位老师都点头好 同林问呢 师父 树在围着我转 我还练吗 还绕树吗 转 接着往下转 不过师父教能力了 这回转跟从前不同了 加上招数了 狮子滚球 狮子抱球 狮子踢球 那可要讲究 讲究的是 走如龙 战如虎 掌不离类 肘不离胸 龙香虎坐 脚下是不丁不拔 锦背空胸 脚踩八门 按前坎 更阵 驯离坤队 每招分八事 八八六十四事 父为有吉 膀胱为两一 四肢为四项 六十四事为人身的六十四节 那就是手指脚指五十八节 加上四大支共八节 合起来六十四节 以静制动 以意代劳 后发制人 用的是暗己之法 以其代理 叫柳叶棉思摩身长 这正名的就是八卦盘龙掌 佟林跟着二位老师练 佟林可不知道 这种掌法世上没有 柳叶棉思摩身长八卦盘龙掌 这是两位老师研究出来的 两位老道长看佟林 是练武的人才 而且捆一下功夫 才把研究出的掌法 交给佟林 目的是为让佟林 新一家武术 佟林苦苦用功十五载 咱们下回再说 佟林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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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林可不够